那给您十分钟时间 你需要多久就都给您 我们对您最高的领域 我们现在请院长 谢谢陈委委员 首先我介绍今天中文医院 列席的首长 第一位新任副院长 黄敬兴黄副院长 是任文组的副院长 第二位是树立组的副院长 周美迎周副院长 第三位是生命组的副院长 刘福东刘副院长 过来是我们的秘书长 施明泽施秘书长 副秘书长蔡淑芳 蔡副秘书长 学知会执行秘书 孙以汉孙直密 学知会副执行秘书 李超黄 学知会副执行秘书 吴树信 学知会副执行秘书 黄书鹏 数学所所长陈顺仁 物理所所长李定国 化学所所长陈玉如 地球所所长李罗权 资讯所所长许文莲 统计所代所长邱正明 原分所副所长曾文毕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所长朱有花 印科中心副主任朱志伟 环辩中心副主任周崇光 资创中心代主任黄雁南 职位所所长陈荣芳 细胞与个体生物学研究所代所长黄鹏鹏 生化所所长陈庆氏 生医所副所长林怡林 生医所研究员沈志阳 分身所所长郑淑珍 农生中心代主任叶国珍 精英体中心主任洪尚成 生物多样心中心主任李文雄 十一所代所长张振华 民主所所长胡台立 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吕妙芬 经济所所长简锦翰 欧美所所长柯琼芬 社会所所长谢国雄 中国文哲研究所所长胡小珍 台湾史研究所所长谢国新 语言研究所所长郑秋玉 政治研究所代所长冷哲刚 法律研究所副所长李建良 人社中心主任陈公平 以及秘书处处处长吴重礼 总务处处处长范逸军 制裁计算处处处长吴汉忠 学术及仪器事务处处处长陈军后 资讯私钦处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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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黃大为 优优处处处处长陈渝桑 祖祭士主任徐代源 人事士主任王永大 阵丰市主任柯英雁 以上为本院列席的官员 我要利用的下面十分钟 介绍中华研究院最近几年来的业务状况 首先感谢立法院邀请本院来这里报告 下一张 中华研究院根据组织法 为中华民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机关 及任务为人文及科学的基础研究 并附有指导联络及奖励学术研究的任务 及培养高级学术研究人才 下一张 我们的组织运作状况大概是这样子 下一张 我们现在主要的研究在南港院区 我们总共有31个研究所及中心 分为数理科学生命科学 及人文社会科学组 那我们现在预计在几年之内 要在台南高铁站附近沙伦 成立南部院区 发展循环永续 农业生计及台湾文史方面的研究 下一张 我们在全台湾有很多的研究据点 分布如这张图所示 除此之外 下一张 我们在国际上也有很多合作的据点 在分布于全球各地 做各式各样的研究 比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天文的研究 物理的研究等等 下一张 我们目前的人力分布状况 大约是 我们总共有7792名同仁 其中研究人员 占了892位左右 然后研究技术人员93位 行政及行政技术人员有266位 博士后研究员有1000位左右 学生大概有2000人左右 约聘雇研究助理大概3400人左右 下一张 我们总体科技预算在105年度 总共为101亿元左右 那106年的核定的预算 有98亿左右 下一张 那比起我们今年的预算数 今年的核定数 比去年的法定数 减少了大概2.6%左右 下一张 然后这个今年的核定度 也比我们提出来的预算案 减少了大约5%左右 下一张 那我用下面几张slide来介绍本院的研究及功能 好 下一张 第一个 我们代表国家参加很多的国际交流组织及活动 比如说本院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科学理事会 明年2017年将在台北举办国际科学理事会大会 同时我们也最近受邀参与美国癌症登月计划 这是美国的拜登副总统所主导的一个癌症研究计划 他们主动邀请台湾参与这样的国际大型合作计划 同时如同我刚才所报告的 我们在全球各地有国际合作的据点 好 下一张 譬如说天文所利用全世界最大的Alma的地面望远镜 是设在我们本院与其他各国合作 设在智利一个沙漠里面的一个最大天文望远镜 我们发展出很多高解析度的影像 譬如说在左边这张图 我们首次解析出行星被扫空形成的黑暗环 在右边这张图我们看到 这个星系背景被辐射重力波折射的Einstein环 这样子的观测也再次证明了 广义相对论的真实性 这在学术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下一个 同时中央研究院也具有国家实验室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执行国家大型计划 我们是以国家整体发展为考量的 比如说台湾人体资料库 比如说数位典藏健康云 还有SARS期间我们替台湾筛选了一些药物 同时我们也进行考古天文计划研究 我们在人文地理资讯系统跨领域空间资讯平台方面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同时我们目前也替国家在筹建 在建构国家生计研究园区 同时我们也有很多的核心设施 有很多高级的精密仪器 能够带动提升国内的研究技术跟环境 其中包括代谢体 蛋白质体 高通量定序核心设施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与全国各单位 能够共享的核心设施 下一张 同时本院也兼有国家智库的功能 我们在过去几年来 共出版了12本的政策白皮书 近期出版的 比如说有因应气候变迁 国土规划空间与管理的政策建议书等等 我们总共有12本在过去几年来 已经出版的 同时我们也定期发表经济预测 此外当国家遇到特殊重大事故时 我们也应政府要求提供专业的咨询 比如说在SARS之前十多年前 我们也提供了很多咨询 及研究的努力 下一张 我们重在与国内其他的学员单位 共享资源 比如说我们跟大学合作 其他的研究人员合作执行本院的主题计划 或是科技研发能量的提升计划 我们也在人才培育方面 我们积极与国内各研究单位合作 我们创立了国际研究生学程 与十所国内大学合作 12个博士班学程都在跨领域全英语授课 而尽量不与国内大学的研究生的招生有相冲突的地方 我们也国内的大学合作 博士班的学位学程有12个大学合作 105年有7个博士学位学程 106年有9个博士学位学程 同时我们的研究人员也受邀参与支援大学教育 增强大学欠缺的领域专长 这我们有一些specific的example 我们待会委员有空的话 我们可以详加介绍 下一张 本院重在基础研究 很多的研究效果不是马上能够 社会能够了解 但是我愿意利用下面几张的图表 来跟各位介绍社会比较有感的一些研究亮点 譬如说在人文组方面 我们利用的GIS System 数位典长的系统 我们建构了台北历史地图的APP Program 这有英文版日文版等等的 这能够带动观光产业 同时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们也开始建构其他县市 譬如说台南的历史地图 能够让使用者能够对照古今的地图 在这个地方 在50年60年以前 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样的建植物 现在有什么改变等等的 可以利用现在的GIS System 配合我们的APP能够呈现古地图 古照片在你当下的空间 下一张 同时我们也建立数位方语资料库 收集了很多台湾的古地图 这对台湾文史的研究 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下一张 然后我们在原住民文化研究 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譬如说胡台利胡所长 在2012年拍了一个 让灵魂回家的一个短片 记录这个花莲 阿美族泰巴朗部落的年轻人 到中央医院来 把附在这个祖屋木雕上的祖林 迎回花莲的故乡 然后我们中央医院协助这个部落 重建他们的祖措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对文物的规贱 与传统的附赠 做了很好的一个处理 那这是我们在原住民文化上的研究 目前有三件原住民文化的 列为国宝 下一张 同时我们在影像技术的重建 譬如说这些很模糊的汽车车牌 或是老照片的修复 我们经过影像的处理 我们发展出世界尖端的技术 能够把很模糊的照片 变成很清晰的图像 这个在很多的形式鉴定 或者是商业应用历史研究上 都有很重要的价值 下一张 同时我们在生命科学方面 我们的糖科学研究是领先世界的地位 比如说我们有糖晶片 来检测流感及癌症的初期检验 同时也利用糖碳针 来探测分子标记 我们也有很好的糖分子合成法 我们利用这样的技术 能够发展免疫治疗法 来对抗癌症 及其他流感的 类似的virus入侵的疾病 下一张 我们利用这个糖化免疫疗法 我们可以提高抗体的活性 用于各种癌症的免疫疗法 及对抗病毒的感染 下一张 同时在农业方面 我们为这个水稻的白叶枯病 做了一些努力 比如说我们已经筛选了一个 筛选培育的抗白叶枯病的一个水稻 这个白叶枯病是水稻三大病害之一 特别在发与这个台风暴雨的时间 这个水稻长期的经营在这个水当中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病症 那我们培育了这个抗白叶枯病的水稻的种 同时我们也发展了一个高效能低污染的微生物农药 这两项研究加乘起来 能够有效地对抗水稻的白叶枯病 下一张 然后在这个国土的保育方面 我们知道说台湾每当台风或地震来袭的时候 就会发生三崩的事件 三崩一旦发生会产生雁塞湖 溃堤洪水等等的很大的灾害 那这样的事情发生通常发生在偏远的地方 在城市里面在中央单位很难马上侦测到 那本院发展的一个系统能够掌握黄金救援时间 能够马上知道三崩发生的时间地点与规模 这样子能够掌握黄金的救援时间 譬如说小林村三崩事件的发生的时候 我们过了24小时 我们才知道外界才知道说 整个村落被三崩整个掩埋了 所以将来这样的状况 我们能够马上知道这个三崩发生的时间地点跟规模 能够马上在黄金时间采取适当的救援行动 下一张 同时我们也用奈米光学的分子侦测技术 做了很多的检验 譬如说我们能够安全快速的检测 废水中的剧毒的分子 譬如说氢化物及六甲绿这样子的毒物 那利用相同的方法 我们也能够快速检测在败血性休克当中的细菌 所产生的抗药性 一般这个抗药性需要有两天时间才能够测出来 那利用本院发展的这种技术 我们只要两个小时就能够测出来 这对这个败血症的防治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败血症是在医院里面的急诊室里面最常见 最麻烦的一种情况 就是很全面性的细菌感染 大部分的急诊室的病人都是死于败血症 而不是死于其他的症状 谢谢 下一张 未来的发展 下一张 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发展工作 就是国家生技研究园区 我们目前的进度如下 比如说这个橘红色所示的D跟E栋 预计在明年的4月14号部分使用执照能够完成 然后7月15号能够竣工 C跟F栋 是在6月27号使得使用执照 那10月15号竣工 AB机动要在明年的6月27号取得使用执照 12月47号竣工 下一张 那目前规划的管理机制 这当然还仍然是有讨论的空间 我们是希望成立这样子一个管理机制 在中央院的部分 我们会成立一个研究及预程咨询委员会 来拟定这个进驻的原则 然后交由审议小组 两个审议小组 一个是预程的审议小组 一个是研发转意研发的审议小组 来拟定详细的办法及接受审议 接受申请 下一张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规划南部院区的发展 这个在台南高铁站的附近 大家看到在台南高铁站 离相距大概一公里左右的距离 在这个图上所示的E区跟F区 那我们这里面会主要重视在农业生技的发展 循环永续的研究 及台湾文史的研究 在农业生技方面 我们会发展优质种苗 尖端农业的生技的研究等等项目 在永续循环方面 我们总是绿能光电 永续政策研究 节能储能的材料等等的 在台湾文史方面 我们重视考古文化方面的研究 我们在附近南科的园区里面 已经有很多考古的现场 我们正在研究当中 下一张 在愿务改进方面 自从我上任以来 已经举办了六次愿务座谈 广泛的与同仁交换意见 听取同仁的对愿务的各种建言 然后以立法院建议 增设了三个委员会 分别为制裁计算回避检讨委员会 法务人员及法务工作检讨委员会 及民主治理改革小组委员会 这三个委员会正在运作当中 已经有两个已经完成报告 另外一个制裁计算委员会 正在积极的在检讨当中 那我们预计在最短的未来 能够有报告出来 同时我们也在院士会议中 决议要成立中央研究院 组织与运作改进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目前已经选出 院内代表预计12月中会开第一次会议 下一张 同时在研究方面呢 我们希望提出Grand Challenge 就是大挑战的计划 这个部分我们正在研尼当中 我们希望鼓励院内同仁 思考什么是重要的问题 在科学上或在社会上重要的问题 然后鼓励同仁能够形成 自发性的跨领域讨论群组 针对重大问题 追求创新突破的解决之道 然后我们希望同仁能够发掘问题 开创新领域 针对既有的问题 跳脱旧思考的框架 寻找解决的策略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提出来的 大挑战的计划当中 筛选数项有解决 解决的契机的重点问题予以资助 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详细的事情办法 我们现在正在研尼当中 好 下一张 好 以上是我今天简短的报告 谢谢各位 好 院长先请回 没有 我们给你加倍的时间 你看 你对你多很利益 所以我们就要缩减委员的咨询时间 因为我们今天下午还有一个专案报告 所以我们时间要控制一下 所以本委员会委员的咨询时间8加2 非本委员会委员咨询时间6分钟 接受科委员的建议 好 不延长 那我们发现登记截止时间为上午10点半 委员如果有临时提案 请于咨询结束前提出处理提案时 若提案委员及连署委员均不在场 原例不予除异 首先请发言登记第一位委员 苏委员巧合资讯 8加2 主席好 我们请院长 好 院长请 院长 刚刚听到您有许多对未来的计划 而且速度也都非常的快 本期在这里先对中研院表示肯定 尤其您刚刚提到了 就是说现在在这个院内改革的部分 依照上个会期教文会的决议 你成立了三个委员会 并且其中两个都已经有所报告了 那么本期今天呢 其实就要针对其中的民主治理与改革小组 这个部分再向院长救教 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第一张图 就是中研院的组织架构图 我相信虽然很小 可是院长一定可以看得很 您自己本身很清楚 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院长 院长 如果我们今天中研院 要设立一个新的研究所 那谁有权来决定 是评议会 院士会议 院务会议 还是您自己就可以决定 先进国院务会议代表同意 通过之后让我们提交评议会 评议会通过成立 您同意这个顺序吗 您的顺序回答得非常正确 那您同意这个顺序吗 你觉得这有可改进之处吗 有改进的空间 我想最主要是要针对 与时俱进的状况 接受同仁的提案 在这目前的情况之下 一般来讲运作还算顺畅 但是并不是 这个回答有点抽象 那不然我们继续往下问 院长您可以简单说明 评议会和愿务会议的差别吗 愿务会议 最主要比如说两三点 对 愿务会议主要是我们院内 这个日常的运作 全部由日常的运作 日常的运作 跟愿务有关 对 完全是本院的同仁 包括主管 包括愿务 非主管的愿务同仁 的同仁代表 那评议会有分为 当然评议员 及聘认评议员 当然评议员里面 有三十多个 主要为这个 都是这个院内主管 有当然的评议员 也有聘认的 聘认的是院士 是 都是院士嘛 那如果以组织架构 以组织架构来看的话 评议会和愿务会 哪一个比较大 评议会 评议会比较大 评议会的决议 院长必须要遵守 所以如果日常的业务 送到愿务会议决定之后 评议会还要再决定一次 不是所有的都要决定 就像刚刚的研究中心 对 重大的议案 必须要评议会决定 对 那院长你是否知道 这五年来 评议会一共开过几次会 每年开两次 所以一共是只有十次 五年就十次 那十次里面有多少的提案呢 一次大概 大部分评议会工人都是选举 都是选举 所以似乎 它并不是每天的 选举都是重大的事项 只有人事事项 是重大的事项 不是这样讲 我在这里为院长 这边做个统计 其实五年十次会里面 一共是只有二十四项提案 二十四项里面 十五次是人事 而且不见得都是 像院长层级这样子的 重大的人事案 它其实 那另外呢 有七件是 真组织法修正相关 两件是研究所的设置案 所以其实它的件数很少 讨论的次数也相当的少 所以如果中研院的 种种的事项 为什么在上一次的 这个院长的选举当中 当然我们非常肯定院长 您能够众望所归 今天担任这个职位 大家都为您肯定 但是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确实也凸显了 中研院的愿务 到底应该由谁来决定 会符合现在 所谓您刚刚说的 时势所趋 也就是今天民主治理 院内希望能够更好的状况 这个您同意吧 这院内同仁确实有这样子一个 想法跟呼吁 希望由院内同仁 能够参与 多一点的 任务的决定 其实我们刚刚 看这个 以法规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平议会和院士会议 这边来看的话 其实它的组长 在这个平议会 其实是非常概括性的 大家除了概括性之外 其他的这个五项具体的职权 包括研究学术计划议定啊 等等 这些事项 其实坦白讲 不一定要平议会来做决定啦 那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呢 想要具体的向院长决定 您既然这边 已经委员会 已经提出了报告 那么 是不是在增进 中研院本身 民主治理的状况下 其实我们有没有考虑 平议会 根本这个组织 这个阶层 它其实可以不再存在于 中研院当中呢 如果它最重要的功能 只剩下选举 那么 今天我们的院长 这个职位 他既应该要尊重 我们全体院士 他叫领导院士嘛 所以院士的意见 当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每天在中研院院内 这些这么多的研究人员 他们的声音 是否也应该被表达 所以我是不是在这里 具体的建议院长 其实下一次的院长 我们可以修改 我们的组织规程 他可以直接由院士 及我们的研究人员 共同直选 那么我们平议会 这个阶层 是不是就可以考虑 根本就不需要 叠床架务的设计了 院长您的看法呢 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 这个愿务改进小组 刚才提到那个小组 会针对这样的议题 平议会的功能及运作 做一个详细的规划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小组 那要改变这样的做法呢 我们需要更改组织法 需要贵院能够同意 事实上我看到您的报告当中 贵院提出来的报告当中 都已经写得非常清楚 甚至其实我们也都在在地表示说 其实院务会议应该是最高的决策机制 同时应该要增加研究人员的代表 补足这个民主性嘛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在您的报告里面看到的 其实没有像刚刚您口头说的这么清楚 说12月就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是有点可惜啊 院长其实这个地方 还可以再更加快脚步展现决心啊 这是第一个部分哦 那再来的话呢 我想请院长再看看 院长您知道我们有一个法律 叫做政府的资讯公开法吗 资讯公开法里面 其实根据第七条 政府必须公开的资讯 有相当多实项 那同时呢 依据我们101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审查报告通过的决议 他其实有规定了很多的相当 应该要公开的事项 可是院长 你有注意过您自己中研院的网站吗 你知道他最近刚刚更新吗 是 知道 知道 那请问我要在网站上面 哪里找到资讯公开专栏 我昨天找了很久 我没有办法找到 院长你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路径怎么进去吗 报告委员 这个网站的部分 我们现在正在修改当中 所以 所以现在还在建构当中 所以很抱歉 所以可能有些部分 所以这不是常态 也不是未来应该会有的状态吧 对我们正在改进当中 因为我们对于网站建制 是有理解的 它的一旦更新之后 这个架构的设定 其实是很难调整 当我们看到 堂堂中研院 竟然没有一个资讯公开专区 用搜寻下去才可以看到 而且里面只有两项 我们不禁赫然要问 中研院难道是知法犯法吗 这个部分的话 非常的严重 我在这里提醒院长 中研院其实应该要能够做更多的 这个改进和调整 这个我们会改进 好 那最后院长 我用一分钟的时间 这个最近有一则新闻是媒体提到的 他说呢 这个贵院的预算一年有170亿元 但是这个成果报告 却都没有公开的揭露 所以好像比一般的大学还要不如 本席不相信也不同意 中研院的研究计划是如此 因为刚刚你也已经提到非常多了 我这里借院长一分钟的时间 是不是向社会大众公开澄清 这个说明中研院的贡献 中研院贡献 我刚才讲的主要是在 针对刚刚媒体的这个170亿的这个部分 第一个我们的预算不是170亿 170亿加很多我们替政府 这个承担的一些计划 一些大工程 那不是我们本院的研究 本院的研究 手中在很基础的研究 我们也都有研究报告 也不是没有研究报告 那社会上所能看见的部分 我刚才讲的很多有一些亮点 那事实上大家也可以仔细看说 我们有很多在跟其他大学也好 其他科研单位也好 合作共同产生的成果 这个我们在院里面 有很大的一个贡献的部分 我想应该确实是这样 中研院其实是国内最高 基础研究的最高单位 所以它很多的研究 其实社会不太能够理解 但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刚刚提出了 在资讯公开的部分 我希望中研院能够做得更好 那另外呢 院长刚刚提到了 您在12月就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我不但要求这个速度可以加快 而且资料可以全面的公开 我们希望在下个会期的时候 能够有一份完整的报告 看到这个中研院 对所有这个组织改革的进程 能够提出具体明确的时间 因为如果希望立院这边 能够配合的话 其实我们也很希望是在我们这一届 就能够协助中研院完成这个制度的革新和变革 不晓得院长是不是可以具体承诺 这个改革的时间表 不晓得我们当然希望越快越好 但是中间还有一个程序的 我们需要兼顾 因为有17个人要在一起开会 很多人住在国外或者院士 他们都非常非常忙 这个应该是技术问题 中研院技术这么好 这个跟开会而已 因为很多不是我们院内的同仁 比如说院士 他们并不在院里面工作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他们的时程 所以说为什么会延误这样 这么久 是因为一来我们要需要时间 很公平公开的选举 我们院内同仁代表 这跟科学不一样 变数太多了 很抱歉 这个我们尽量 我们就希望你展现院长的领导能力 能够速速把这件事情完成 这是非常重大的事项 谢谢院长 谢谢 我们接着请张廖万坚委员 好 谢谢主席 我们请院长 院长请 院长早 院长你回来台湾接任院长 那时候我想是提早 因为院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你回来四个多月之后 你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最大的感想是台湾的开会太多了 开会太多 每天都在开会 每天都在开会 所以这个跟你过去在美国 在担任这个学校的系主任 在做研究是有很大的差异 是 我们开会 都是学员的机构 都是研究机构 但是台湾的研究机构 开会开的特别多吗 是这样子吗 还是你个人 可能是我个人 行政工作 但是因为我现在工作跟以前很不一样 我除了这个研究方面的工作之外 还有行政工作 比如说跟政府单位的沟通 所以我们的会议是 比我想象多很多 多很多 不断在开会 我想是这样子 我看了这个106年度的预算 你们提到说其实是少了5亿多 大概2.6%左右 那你觉得这个减少是自然的 还是说是有什么情况 这个据我了解是 行政院方面为了要 把一部分的经费 用来做特定的方面的研究 所以很多单位都被删了 那本院也不例外 不例外 我现在就是要问 刚才苏委员最后提的问题 就是有关中研院定位的问题 我想你回来这段日子 开会开的相当多 那你也听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最近就有退休的教授讲到说 中研院好像跟一般的大学 这个学员的机构 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政府投入的经费相当的多 就提到所谓的170亿 当然170亿是包括你们原本的公务预算 跟科学基金的预算 那甚至呢会提到说 还有这个前的退休的 前部长讲说 好像一堆乘客去搭飞机 在飞机上只讨论餐点好不好吃 电影好不好看 却不知道已经航道偏了 你对这样的批评的回应是什么 我想这个批评 这个我们在这个 他真正的用意是要我们好 基本上我们非常接受 可是这个比喻有点这个 恰当吗 我觉得不恰当 我觉得是中研院是很努力 想把这个飞机开好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想把这个飞机开好 就一大堆观众在方面说 点睛吃得不好 我觉得是反而是这样子 你是用这样子来回应 你这个想象比这个 那我们是非常努力 中研院是非常努力 想把这个飞机开得平稳 开到目标 很快的到达 最简洁便利的方法 我们都尽量努力 但是我们也非常感谢 社会对我们的期许 不要批评东西不好吃 电影不好看 我们不是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可以改进地方 我们尽量改进 好 那我们在讲定位的问题 我们来看几个数字来看 我想也提醒一下 就是说我们院长 将来在这个发展上面 可能包括编列预算 因为我们过来要省预算 大家会提出一些问题 像包括我们 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用104年 我们先看一下 中研院的一个定位 来上一页 来包括科学研究 我想我们院里面也有 大学也有 那包括教学 里面也大概 我看了那个数字 我们的研究人员 大概有四成三 四成三左右 在也都跟大学 有做一个联系 有在教学 然后呢 申请科技部的补助 也是一样 甚至 我们看一下中研院 我从那个科学基金里面 那个补助 我看大概有22亿左右 跟台大一年差不多 20到20世纪差不多 像这样子的一个定位 你认为 当然我们都知道说 中央研究院在定位上 刚才你就说了 院长就说了 是台湾 就是学术最高的研究机构 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定位 可是他做的工作 包括预算的来源 研究的方向 科学的研究等等 到底有什么 比较具体的一个讲法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 主要是以国家长远的发展 为考量 我们虽然做研究 大学也做研究 但是我们做的研究 是以研究 基础研究为主 当然大学有一部分 以基础研究为主 我们有一些重叠的部分 这一点是对国家是好的 而不是不好的 大家要鼓励 大家一起做研究 假如说我们的预算 排挤到大学预算 我觉得应该是增加 整体的科技预算 而不是把砍掉上面的 甚至有 他们就建议说 我们就干脆 我们中研院的预算 因为比较多 所以机器设备都比较好 然后这个 这是国家设立中研院的目的 是希望有一个群聚效应 一个国家能够专注 发展一些专精的仪器 来贡献整个社会 我们并不是在中研院 发展之后 只给中研院用 我们是大家可以一起享用 但是由中研院来负责 我想这是一个 如果说 我这样讲说 这是一个退休的教授 对中研院不了解 还是抱怨 我想是期许 我们来看一下 104年度的绝算数里面 大概我们国家补助 51所国立大学 教学跟研究的补助金费 大概是412亿 那每所国立大学平均分配到的大概是8亿 但是我们中研院 我们的科学研究基金 我们一年的预算是52亿左右 52亿 对不对 52亿里面我们看一下那个结构 52亿里面我看了一下那个结构 事实上里面 有写了一半26亿左右 是政府的这个公寓预算补助 那里面有22亿 所谓的这个服务收入 其实也是科技部的补助 所以我加一加 大概有49亿左右 将近50亿 其实都是来自于公寓预算 那我们因为这样子成立了一个 科研基金 就是说他的那个真正能够 自愁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对中研院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包括我们看 像清华大学 举他为例 他一年50亿 那他的这个预算 他的预算 自愁的部分 跟这个政府补助的部分 其实他有一定的比例 大概一半一半 当然他的收入 因为他校务基金 有包括学费等等很多 但是很多像产学研究 赚了19亿 那个合作跟企业界的合作 就是说他的收入是很多 所以他成立 用基金的方式来呈现预算 可是我们 这个中研院的科研基金里面 大概93%左右 都是来自于公寓预算 不管是国家的 给你们的公寓预算 或者是科技部申请的预算 大概有这样子 那我们看一看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我们政府补助中研院 我们就讲 研究基金在52亿多 52亿多 那我们的权力金 最近大家在讲忌转 忌转或智慧财产权权 那我看到104年度的 结算里面大概1878万 那我们看一下清华大学 他的校务基金里面 有关政府补助的部分 大概研究的部分 大概是13亿左右 可是呢 他的权力金的收入 在104年度是2059万 我看了106年度 他们编了4千多万 那中研院大概是编了2000万左右 还是2000万左右 然后我们看到成功大学也一样 他校务基金里面有关 研究的部分大概24亿 他的权力金收入是8千多万 那我刚才有听到 我特别注意院长有回答 就是说 中研院其实很多研究 是属于基础研究 并不是应用研究 所以呢 在这个基金成立的部分 他的这个权力金的收入 或许不弱大学 在应用端这么的多 可是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如果这样子我们 成立一个规模52亿的基金 它是一个循环的基金 可是我们每年能够真正收入的 占不到一成 然后呢 我们的权力金也非常的少 那这样子的话 成立的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基金 它是 它符合这个预算的成本 边内的行政成本 我想这个是我们去思考的 就是说 好 你可以回答我吗 最主要是 因为这个基金在中研院成立 只有很短的几年时间 据我了解大概两年时间 所以这才刚开始的阶段 将来绝对会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看了权力金的收入 第一个 我们做研究并不是为了要赚钱 所以说你们是基础 对 但是我们权力金的收入 我们的科学研究成果 是要看长期的权力金收入 不是短期的 因为很多 我们的计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够有商业的获利 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权力金才会增加 所以我们 譬如说我们计转很多 刚开始在 没有达到那些milestone的时候 权力金很少 到了milestone的时候 权力金才会大增 所以我们要看将来 而不是看到现在 院长我想 这是一个提醒 外界有这样的质疑 我也给你机会去说明 我想回来 你告诉我很好 就是台湾很多 你到了中研院这个机构 很多会要开 然后外界的批评 其实是反而 你是相反过来思考 我觉得你这个反应 我都非常敬佩 我也希望中研院 走的方向跟定位是对的 将来的我们成立这个基金 我们不是 当然我们做了很多基础研究 但是我们要成立 科研基金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基础研究的话 国家公共预算就可以补助了 我们希望说 在我们基础研究里面 能够适当的工业化 能贡献社会 所获得的权力金 我们能够在一个适当的机制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再问一个问题 大家非常关心的 国家生技园区 到底何时可以 我们刚才已经说 在所有的硬体建设方面 明年年底之前会全部完工 我记得是 今年二月的时候 曾经讲说是明年四月 后来又修正了 确实是有一个公务的延宕 有一场包商的关系 两个包商之间没有配合好 院长我觉得 你们是一个学术机构 相当重视专业的表现 我觉得你回来 一直在开行政性的会议 其实也是蛮 蛮对你来讲 蛮不是那么专业的东西 我觉得有时候里面 我们可以有一些 比如说季传 我们是不是被低估了 高价值被低估了 所以收入那么少 或者说他长期 应该定十年的 你定五年的约 这个我觉得有更专业的人 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 在刚才你回答苏委员的时候 我们在做民主治理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要做专业的治理 才不会我们承担 国家重大的工程的时候 也是延宕 然后现在还有中研院的南部院区 现在也是计划开始启动 人家106年沙伦就要动工了 我们要108年才动工 所以我想这个院长 你要好好思考一下 用你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级学术的人才 一不断地在开会 我是觉得真的是损失了 我觉得我可以赶快回忆几点 第一个 这个生技科学园区 南港园区那部分 我们进行行政院工程会介入 因为我一上任开始 马上包商之间出这些一些问题 这个跟我们院里面 这个没有马上的 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在这个计转方面 我们看的是长期 在我希望这两三年之内 我们这个权力金会有所增长 而且但是我要强调 这不是我们的目的 了解 然后在台南科学园区 台南院区方面 我们会尽快配合 我相信我们已经是做得非常快了 好谢谢 谢谢 我们接着请柯智恩委员 谢谢主席 我们请院长 院长请 院长早 早 好我想首先肯定院长 这个报告写得非常的清楚 你刚刚用POPPOINT 来介绍这个做业务报告的时候 大概是我们立法院来这边 背询的官员当中 第一次不用看稿子 而只看POP就可以开始讲出来 表示你对你的内容是身具信心 好 这点要给你肯定 但是我想中研院 今天我们叫沈预算 过去呢 我们因为感受到中研院 是全国最高的学术单位 我听说曾经有过 只砍中研院一块钱 来当做象征性的意义 你就可以知道蓝绿 对中研院是多么样子的 一个所谓的尊重 那我们看一下我从历届这个所谓的院长以降 我想为什么中研院会被这么尊重 因为是来自于整个院长都带得非常的好 但是呢 从最近几次以来 我想无可否认的中研院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 所谓比较争议的一个事件 像我列出了历届的院长 那只有廖俊志本身的一个箭头 因为箭头是指你 你本尊就在这个现场 我只要凸显一个部分 中研院所有的部分已经掉入凡间了 所以今天的预算 一定要受到很严格的检视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我想刚刚已经很多委员 已经特别问到了中研院所谓的定位的问题 那我想院长也做出了一些的澄清 我就不再多做一个赘述 我想我只是想要说 其实中研院跟目前的大学 特别是一些研究中心而言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竞争 不像过去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像目前为止 高教每个人都想打世界杯 而中研院你在143亿加53亿的科学基金 将近200亿的基金当中呢 其实每个人都要看 你到底可以给国家 到底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就以这个院长 你本身是升职能源的一个专家 你很多的研究都在你UCL的大学里面去做的 我们很多诺贝尔的奖金的得主 他们都在大学里面去做的 没有一个特殊的所谓单一的研究中心 来去做这个部分 这不对 所以很多人就说 你把中研院200亿东西 放到台青交城这些大学里面 他们就可以打世界杯 所以这是竞争关系 不是互补关系吗 院长你应该同意这一点 我不同意 我非常 我不同的想法了 当然是短期上 我们看到这些 从金钱上的考量是对的 但是我们要眼光放长放远 我们是跟世界上的竞争 而且不是短期靠排名来打 所以你就要拿出成绩来 我只是告诉院长说 你们现在已经掉入房间 每个人都是用高标准来检视 中研院已经不是上过去那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一一来告诉我们 来看一下我们中研院的预算 我们先从南院开始戳起好了 这个南院呢 今天台南沙伦真的好热闹 院长你知道吗 你看从李安的所谓的影城 还有包括我们有非常绿能的科技中心 还有包括很多大会场 又加上中研院 所以我说怎么可能不热闹呢 院长你可能不知道 像台南这个高铁附近 很多的建商都已经拿中研院来当作是一个 卖房地产的一个非常大的标示 这是你始料未及的了 但我只是要提醒院长就说 为什么中研院编了34亿6千万在这个南院的地区 而且你特别只是说 这个目标当面当然不是你写的的 竟然写出了协助国家平衡南北科技跟人文产业 平衡区域发展什么时候变成中研院的目标了 而且院长你在美国待过这么久 我们的美国的研究有需要南北平衡吗 我想是利用南部的资源 不是南北平衡本身 因为我想说全国的人才是分布在各地 全国资源分布在各地 我们要在各地吸收最好的人才 而不是在单一某个地方 是人才吗 基础科学的部分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特别提到你 105年的时候其实编了8800万 然后在106年又编了14亿5700万 这要够地 这要用很多的建筑 我们其实强调了 如果说是南北平衡南北的人才的话 其实东西方是最需要 台湾的东边 对我们也希望在东边 所以中研院又有一个东区 不是目前的将来 但是我们希望全台湾 我们在全台湾吸收人员 台湾的整个区域平衡 需要扣中研院基础科学 来去做这样的平衡度吗 我想不是为了平衡而平衡 是希望为了吸收各地的 不同的人才跟资源 这个东西因为牵涉到整个的预算 所以我们立法院的预算中心 其实有特别请中研院 要做一些不同的一个考量 因为毕竟这是个十年的计划 而且要撒掉这么多的钱 而且每个人都是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 还会特别提醒 一个基础科学的研究当中 需要用到这么多的经费来去盖地 然后来为了这个部分 它是需要在做盛事在考量的 其实我还蛮高兴院长说 其实还没有开始做一个很完整的 所以现在如果再是整合来做思考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去考虑的 所以把立法院的预算中心 把它列位 但是我有另外一层思考 院长 在这个沙伦这么热闹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你知道我盘点的所有全台湾很多的文子馆 109个文子馆 然后呢 中研院要不要带头做一些面文计划 举例来说呢 你的台南的这个部分 你揭示了这个所谓的循环永续 农业生计跟台湾文石馆 其实呢 循环永续这个部分 在目前花莲 也是一个很大的地区 院长你可以考虑一下 而且考虑到东边平衡 你的农业生计呢 中兴大学里面有一大块 已经有了八九楼 因为租金太高 没有人去租 这也是一个选择 更不要说你们要推动的 所谓台湾文史的这个部分 澎湖 院长 除了东区南区之外 已经到外岛去了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这个如果说中研院可以利用这个部分来 带动你的这个所谓的研究 那更被大家所称赞 谢谢 这个建议事实上是非常好 我希望全台湾所有的控制的资源跟利用 都能够投资在基础研究方面 不一定是中研院 所有大学一起来做 那你要不要把34亿6千万的南区 稍微考虑一下 你可以帮助这些钱 我想我们要想办法增加 国家总体的科研经费 让大家能够重视这个基础研究 这个比这个空间闲置要好太多了 当然是啊 所以我才提出这样的一个面文计划 请院长来好好来思考一下 剩下最后时间里面呢 我们还是要来强调 刚刚一些有些委员特别提到的 因为其实从你进来之后 其实要带动很多中研院的全面的一个改革 我们从几个面向来去看好了 第一个有关于资讯化的这个部分 院长我还是要特别提醒 你们这边有很多的所谓的专业的委员会 你知道你们中研院有多好的专业委员会吗 六七十个吧 六七十个谢谢 我告诉你在你网站上面呢 说实在网站上面呢可以找到三十一个 可以连接进去是十八个 但是呢我问过秘书处你们总共有六十一个 对 但是院长里面的资讯是极度不太透明 对我们这个会改进 这个会改进 我们已经决议要把组织章程等等的运作情况全部公开 院长我随便条列一下出来这个部分 你看看多少东西都是卫民组织卫定 还有我们很重要的记转里面 你在那个管理条列办法当中 其实有太多这是卫民的讯息 堂堂学术研究的中研院了 院长 你看这么多会当中 是否应该把这个可以揭露给全国大家更知道的部分 把它做得更清楚 开会的问题我们太多会来决议说 什么事情该放进去 什么事情不该放进去 是因为这样的问题 为了要民主治理改革这些开放这些 我们开了很多会来希望说 每一个委员会中都公开透明 所以院长 这个就是要掉落房间当中 很多视频很多什么 你可以运用科技的方法来做这样一个处理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 有关评议会跟院务会议 平议会通常是有关于院士来参与 院务会议里面都是有研究单位参与 其实我个人特别提到的 整个组织效率要平板化的 扁平化的这个问题当中 你有没有考虑把很多的重要的会议 其实就在院务会议当中 就可以立即来做一个处置 而不用等到一年两次的评议会议 你在接掌这个位置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你承接上面几任的部分 而且这次最大的一个部分就是 你不太强调是基础科学 是中原院最高的一个目的 可是现在有很多的科学 已经转向所谓的科技 科技不见得不好 可是都科技后面所带动的有太多 特别是在我们台湾这个社会环境当中 你必须要承认 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单纯 因为科技里面有太多 太多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产值 有很多的利益 有很多的相关的种种 这才会让中原院 在过去这个几年来当中 不断的遭受一些 所谓社会批判的一个缘故 从科学到科技 这样子的一个转型当中 院长你如果没有办法 做好这个很多的资讯 或很多的转折的话 中原院势必在未来当中 大家更用非常大的放大镜来 解释你的 谢谢 我们非常注意这些事情 我们刚才提到说 除了这个民主治理改革小组之外 我们也有这制裁计转改进小组 有法治人员 法务工作改进小组 这些都针对您刚才提的这些问题 我们甚至要讨论 这件事情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当然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都是 特别是你的计转的这个部分 没错 所以我很失望 你怎么可能 你在你的研究报告里面 写那么多 介绍了这么多 很棒的一个研究 可是在大家最关切的 因为我们台湾社会脉动 比较有关的计转的里面 既然在整个条规 跟很多的法令上面 其实目前还是属于 比较未明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院长 你目前真的是要特别去 特别做到的 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的制裁集团委员会 主要的成员都是院外 自愿来帮忙 我们邀请他们来帮忙的 所以我们也不好 在push他们的加快脚步 那不行啦 院长 那怎么可以 你就是太有文人的 这样一个特质了 好不好 这个东西还是要决断一点 对 我们事实上 这个小组已经在 9月初派着一个队伍 到美国 四五个研究型大学 出名的研究型大学 加上这个国家实验室 NIH 去收集他们计转的资料 那已经回来 开始开了一次会 进行讨论 所以院长 你就是应该盘点 你把 中研院要把 跟社会脉动的 这样的大家最关注的议题 你要把它先盘点出来 把这个公告之后呢 你才有办法 放心地做出一个 大家比较是实在的 这个部分 这是给院长 适当的时间 我们会公布 是 这是给院长 最好的一个建议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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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请 吴智洋委员 8加2 下午还有专门报告 主席有请 主席有请院长 院长请 院长 今天是你在这个会期 第一次来做业务报告 是 回想到上一次 大概6月22号 您刚接任来报告的时候 那时候中研院我想 是风波很多 包括 号顶案的风波 包括 院长领选过程的风波 我相信这一次 你应该 比较凶有成竹了吧 是 你对业务都全盘了解了吗 尽我所能 好 其实刚刚前面三位 我们立法院同仁 跟我想问的问题都一样 还是中研院的定位的问题 刚刚应该有看过 有一些教授写的文章 你看一看 现在中研院给我们学术界 文人的一个观感是什么 第一个 有几个警讯 这个是 这个专家写的 这个周成功教授 他的文章 他说 中研院像一个 像一只虚所无度的怪兽 所以我放了一个 这个叫 格吉拉的 格吉拉的 怪兽 我们再往下看 龙印台 龙印台 讲的 中研院像一个迷航的飞机 这个是上次复兴航空 要追机之前 或者 在下一页 中研院像一个 站在一个基地 根本已经被掏空的房屋 这些当然是很严重的 一个 一个 警讯 院长我想跟你讲 就是中研院现在的 您接的时间也很辛苦 因为 你的前面两位 的院长 本身 争议就很多 在这他们 这个多少年来的领导之下 中研院慢慢也失去了 他在学术上的一个威望 甚至他自己的定位不是很清楚 我们回到 一开始 为什么他会说 中研院像虚所无度的怪兽 我相信大家也不需要 不是想要这样子 但是没有中心思想 怎么讲呢 我们台湾的研究机构 其实也不少 大家要有一个定位嘛 对不对 比如说 中科院 在我们桃圆中科院 他主要国防科技 跟军民合一的这个部分 工研院 当然是工业技术 属于经济部的 产业的问题 甚至就是中华经济研究院 他是属于政府智库 财经智库的部分 那我们 中研院到底他的定位是什么 其实他很多东西 如果没有再更清楚的定位的时候 他会跟很多的学术单位 研究机关是重复的 比如说你们做基础研究 大学也有基础研究 你们要 做 培育人才 高级的研究人才 大学也都在做这些人才 所以是重复的 所以我刚刚听到前面几位委员 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会 把你们形容成 虚所无度的怪兽呢 当然他是讲说 什么很多研究经费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是一群 顶着学术权威光环的人 你们的位阶也在总统府下面 所以 你顶着这个光环 去争取到的学术资源 几乎是没有人可以跟你们抵挡 但是如果你做的事情 又跟大学是一样的 比如说 你把最好的资源 争取到 软硬体设备 争取到中原院 你把最好的研究人才 争取到中原院 那你们这边又不用教书 可以写很多的paper 可以上很多国际期刊 又根据这个东西呢 除了中原院本身的经费以外 你们又去申请 科技部的科专计划 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型的研究计划 你们还是占了优势 所以这些学术其他的研究单位 会觉得 跟你们怎么拼啊 资源都被你这只怪兽给吃掉了 院长你可不可以说清楚 我们到底 中原院 刚才你讲得很好 我们应该是 不是竞争的关系 对不对 而跟互相 相辅相成的关系 怎么个相辅相成 好 之后我要 简单回答委员的问题 中原院申请这些研究计划 并不是虚所无度 你要晓得说 大家要了解说 中原院大部分的研究人员 就像大学教授一样 他们是有终身职的 他们不需要做这些研究 他们是很努力的 像想要贡献国家 很努力的写计划 经过公平的审查 然后拿到这个计划 这不是虚所无度 这是全国研究能量的一个表现 我们应该是鼓励这样子 当然我知道说 因为中原院的研究人员 排挤了一些大学教授研究经费 那我们应该是增加 国家总体的科研经费 让大家一起能够做研究 就像一个球队 我们在竞争一个比赛 有一个球队 有特别好的训练资源 我们不能说 因为这个球队有训练资源特别好 就把资源拿掉 让大家一起在沙滩上踢足球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设立中原院的目的 就是您刚才讲的缺点 就是我们要集中 全国最好的人才 最好的设备 做一流研究 但是我们并不是独善其身 我们希望能够跟大学共享 我们希望能够跟大学互补 能够跟大学合作 虽然有很多 有少数的大学教授 有像您刚才讲这个声音 我们也同时 也获得很多大学教授的支持 那你们在研究方向上面 有没有做一个稍微成功 很多东西是需要 不是说全世界 全台湾就一个人做某个研究 一个单位 很多东西需要有互补 有重叠 这是科学上是个好的事情 我提醒你 因为中研院很重要 它是学术的重镇 你要注意到 你现在刚刚也有委员 好像也提到 就是说你用什么标准 去成立一些新的这些中心 比如说2003年 就是大家想 一窝蜂想要去研究基因体 所以那个时候 李远哲院长 开了一个院内的会议 大家的结论 结论 但外面也在讲 是你们自己开的结论 当然是说 这个是你们做最好 果然就盖了一个 12亿的研究中心的大楼 然后请当时 并没有任何 在这方面研究的 翁启会院长 去当这个中心的主任 对不对 然后现在 当然这个我不晓得 因为我不在这个行业 但是现在还有人在说 这个基因体中心 什么都研究 就是不研究基因体 那这个是不是很讽刺吗 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说你刚刚讲的 生技园区 农业科技 应用科学 这些部分 感觉上是已经 比较在应用层面了 而不是在高端的基础研究 这个东西 也是你们自己在里面讨论 认为该设这个东西 你们就可以设了 对不对 然后因为你们是这么高的位阶 你们要什么预算 我想这个位阶 我们立法院也很少去 跟你们去审查或主导 但是给了这么多的预算 设了这么多单位 它是不是真的有产生 你们想象的带领 这个学术研究 还是说把所有的资源 全部像一只怪兽一样 吃到中研院里面 第一个我要解释一下 那个所谓基因体研究中心 我们是以基因体的方法 研究跟生物有关的其他问题 并不是一定要做基因体 本身的研究 这我了解 委员刚才讲的 也事实上是非常重肯 是我们的基因体研究中心 主要是以基因体的方法 来研究其他生物学相关的问题 譬如说 自从成立这个基因体研究中心之外 我们的糖科学方面 也做得非常成功 大家已经听过了 院长 我就提醒你 因为前面会有这些印象 我觉得心里很伤痛 因为早期中研院 好像不止台湾 整个华人圈 好像都是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学术地位 谢谢 所以你千万不要 你一定要仔细思考 不要完全follow 你前面两位院长的一些作为 你要重新把中研院的学术生育 大家对你们信任 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这是大家对你的期待 你要好好的来努力 那我接下来问 两个制度的问题 就是 我看你们中研院 组织于运作改进委员会 跟民主治理于改革小组 我不晓得这两个分工是什么 但是基本上都有谈到院长的改选 对不对 所以你们院长改选 简单讲 是不是已经确定了 以后 不是才现在用 选出三个让总统领选的方式 是由直选 不是 这个要经过这个 院务改进委员会 讨论之后 然后提交院务会议 然后在决议要怎么样 送请总统府 然后请贵院 这个做个决议 所以这个决定权不是院长 也不是我们院长 那个叫什么 改革 对对 那是院内的 他的建议是这样 他的建议 他的建议是直选 对不对 对 那个小组的建议 如果是直选的话 就是之前是有些院士讲的 是说由院士直选 但是从这里看起来 好像是 是不知道是要改成 以研究人员直选 还是加入研究人员直选 那个小组的 民主治体改革小组 据我记忆所及 是以院内同仁直选为主 所以院士反而不是 对不对 那个是在他们的建议当中 我记得是这样子 对 好 我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图片 我讲 还是我上次跟你讲的 中研院要有改革决心 我们启会前院长 在司法定验以前 不要急着把他聘为特兵研究员 你们前面做了很多事情 已经让人家觉得看不下去 你在抢救启会大兵 你抢救了他 就大量的伤害到中研院 为什么 他还没有准词 总统还没有准词 你们里面就已经提出 要把他聘回去 当特兵研究员 真是一个预留后路 另外 总统终于准词了 当天同一天 他就正式的聘任 核定聘任了 这个好一个无缝接轨 另外 我也上次也质疑 你大概也知道 是不是有点违反法定程序 对不对 你特兵研究员 是不是你至少要 院务会议要合备 对不对 我知道后来你们找了一个小规定 说曾经当任院士的 可以不必 但是感觉上 你就是让他一步到位 跳过许多法律的程序 好 现在 他的状况应该还是在侦查中 是吧 我不了解 你怎么可以不了解 这些事情是在我上任之前 然后这个 欧院长的事情 他现在还是你们的特兵研究员 是 他的状况怎么不了解 外面股市都传 他即将被起诉 我据我了解 只是报章杂志看到的部分 这个 你当然要了解 好不好 全院长 然后他现在 我的建议是说 请他确认他没事了 马上你再回聘过来 这中间你们不要帮他 因人设事嘛 帮他弄在这边 万一他在在位的期间 被起诉的时候 中研院的整个信誉 被牵扯进去了 这个请院长你回去 再赶快了解 好不好 不必为了他 历史上没有一个 院长回聘 特任委员是 还在被起诉的状态 还在被侦查的状态 没有人这样子的 所以你不要让中研院 赔上你们的情欲 这点一定要弄清楚 好接着我们请 吴思耀委员 好谢谢主席 我们有请廖院长 院长请 院长辛苦了 谢谢 其实我真的一路观察 不管您的书面报告 包括今天的PowerPoint的口头的说明 以及这段时间您上任之后 在媒体的几次专访 其实我都大大的肯认 您新人新政新气象 对于领导中研院 有一个全新的格局 而本席其实最为赞扬的 其实是您一再的强调 中研院要化研为用 我们要以基础研究出发 来具体回应台湾社会的需要 解决社会问题 当然也要配合国家整体的重要政策 简单讲 在您廖院长领导之下的中研院 要走出学术研究的象牙塔 勇敢的走进台湾社会 拥抱台湾社会 而且让我们的学者的研究 真的可以报国 我大大的肯定 但我今天要跟您论述 跟您探讨的 其实我在教文委员会 我每一个部会 我一定会跟他们细细的来讨论 总统这么重要的国家策略 新南向 而您又直接中研院是隶属于总统府的机关 我想先问 您上任以后跟总统见面的时间多吗 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 定期报告任务 那在新南向的推动上 总统有没有给您什么样的指示 跟期许 没有 那总统给您很大的授权 很大的空间来播话 好 我们看下一页 我的定调就是 新南向 我们都要求内阁总动员 而中研院作为台湾水树研究的最高机关 当然要作为强棒中的强棒 全力出击 我们来爬梳一下 来盘点一下 其实在中研院的过去 针对东南亚的研究是有做 没有缺席 我整理出来的 不管史语所 民族学研究所 台湾学研究所 语言学研究所 政治学研究所 包括我们的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中心里头的 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 其实过去针对这种 单向的研究是有的 但是够不够呢 我们稍后论述 好 下一页 而我也整理了 这两年 我们的很多国际的学术研讨会 其实尤其 2016的三个南向研究的 学术研讨会 其实都是9月10月在举办 共三场 也就是因应新政府上台之后 我可以这样解读 是整个中研院 已经配合国家重要政策 在启动这样的一个 国际学术的交流 我非常肯定 2016做了三场 9月一场 10月两场 好 下一页 2017年明年 一样有三场要做 我也细细的看了你们的面向 针对很多东南亚国家的 不管是自然环境 灾难族群 移工 宗教 社会运动 公民社会环境 等等 其实各个面向都有做交流 我也要大大的肯定 但这样够吗 下一页 我想这个部分 让您一点时间论述 我们从91年开始 15届的这个 像国际揽才 的这个国际研究生的学成 确实 我看到数据 我们有在学的学生 556位当中 251位来自于南向国家 占45% 而在已毕业的学生 255位的全球学生里头 74位来自于南向国家 占29% 总体来讲 大概37% 我们中研院的 国际研究学生 研究生的学成是成功 这部分你要不要论述一下 未来要怎么更加强 跟南向的人才的 缆才流才 育才来做配合 好我们当然加上这方面 这是中研院在十多年前 由陈长坚副院长开始的一个 很有前瞻性的一个计划 领先全台湾各大学的 国际生的招收 这已经有非常好的成果 那从今以后 我们会持续加强这个计划 同时我们要 以种植不重量的概念 招收最好的国际研究生 并且推展到博士后 除了博士生之外 我们也要加强博士后也要加强 好院长我有两个提醒 第一个我们这个国际研究生学程当中 其实第一名的揽才的国家 其实是印度 加起来170位 不管在学中或毕业的 因为我看到我们过去 五度的前往印度去做 这样子的揽才的研讨会 或者是这个招生会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成果 代表只要走出去 以我们中研院再搭配台湾顶尖大学的 这个学术的能量 其实是真的可以对于国际学生 有吸引力 所以换言之 我希望能够把印度的经验 强化在其他国家 第二个提醒是 其实我们追踪了这些 毕业生的后续的人才的流用 其实只有7位 也就是1%不到 是留在台湾 来做服务跟贡献 这个部分的比例 我认为要为台湾的产业界 企业界培育更多的 全能型的国际级的竞争性人才 其实从你这个研究生学程 可以再强化这个部分的产学的连结 我想这个是两个提醒 好吗 我们继续努力 好 下一页 总统前几天讲的重话 也就是他对于内阁部会讲的重话 新南向不要只当作例行措施 新南向不要只各部会自满于例行的工作措施就好了 要提出更有创新 更有企图心的计划 也更要有具体的措施 跟明确的绩效指标 也就是新南向要升级再升级 进化再进化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总统说了重话 那我刚刚点出来 新南向的部分中研院有在做 但是现在就要跟您挑战 我们做得最好了吗 做到满意了吗 来下一页 几个面向跟您分享 我刚刚说单向式的 单三个领域的单向计划都有研究东南亚 但是对于跨所跨领域的计划 我调阅了2016年的25项计划 跟2017年即将的15项计划 所有的这些跨所跨领域的整合型计划当中 其实是没有南向的政策相关的 不管产业不管是基础研究 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 没有 这个部分是不是去改进 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思考 下一页 我也在组织上也要给您做一个非常建设性的提醒 我们现在在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学组下 有一个唯一一个中原院向下 对于区域研究的欧美所 而欧美所这样一个组织 它从民国58年是美国研究中心 当初研究美国是显学 到63年把它提升为美国文化研究所 再到民国80年 我们认为不只研究美国是显学 欧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 我们要去了解 所以把它合并成为欧美所 一直到现在 可是对于东协国家 南亚国家 目前勉为其难的 我可以在人文社会科学这个学组里头 看到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而已 您认为可不可以更建设性的具体 回应国家整体发展的需要 访欧美所的经验 成立一个南向国家的研究所 或者是东协及南亚国家研究所 来大力的来跟进 人才培育 国际交流 学术研究 给它必要的资源 必要的虚索无度 是需要的 真的 配合国家级的重要政策 我们合理的 勇敢的虚索无度 是必要的 而我认为新南向 你们现在正在检讨研修中研院的组织及运作的这个委员会 你们在run 是不是可以纳入一个考量 让一个区域研究 南向国家的研究中心 可能在您的任内被成立 委员刚才讲 其的这些建议都是可以考虑的 我们要做这些新南向方面的研究 那是不是一定要成立一个专责的研究所 那可能需要讨论 或者是把一个已经有的研究所扩编等等的 这都可行的 这个详细的做法 我想我们在院内要讨论 你们再回去研究好吗 但是委员的建议我非常感谢 好 谢谢院长的正面肯认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新立一个所 或者是现有的机关来升级 我都支持 只要把南向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来下业 所以在组织没有变革之前 我还是要讲 虽然你一直说不要看数字 但是数字某种程度 你没有钱万万不能 没有人万万不能 目前我们在人文社科学院里头的 五大专题中心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亚太研究中心 其实它total的预算 我们相较于一个欧美研究所 一年就有六千多万 我们在资源上是少的 而在人力面 欧美所有四十个人员 而亚太中心 不管东南亚或东北亚研究只有九位 人不够 钱不够 我再次给您这个力量跟被绑 必要的虚索无度 我们就争取 真的 这个部分 在组织还没变革升级之前 我跟您做这样的提醒 好 最后一页 谢谢 所以我的具体主张 因应国家级的重要政策 也就是新南向 请中研院廖院长领导积极整合各项研究的资源 包括人才的培育 包括国际的交流 包括统合性的跨领域的研究计划 都要符合南向的基础研究 然后配合您说的 影响国家社会的需求 而更具体的建议是 仿我们欧美所的经验 研议提高组织位阶 成立南向研究的专责机构 我把这样的具体建议 建设性的建议 抛给您 我希望您必要的虚所无度 立法院会支持 好不好 谢谢 好 那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 谢谢院长 谢谢 要审慎考虑 对对对 好我说也 帕家二 好帕家二知道知道 谢谢主席 有请廖院长 院长请 院长好 委员好 其实我对中研院 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的敬重 因为每一个中研院的研究员 都是国师 不是国书 国师 也就是国书的老师 国师 但这个中研院过去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国家学术的殿堂 但总是 庭院生极许 楼高不见张台路 所以这个中研院 也要开始思考 因应我们台湾当前社会的需求 可能要开始有一些新的思维 跟做法 过去完全是一个非常艰深的国家学术殿堂 慢慢我们要转化变成政府政策的幕僚功能 开始要有这些功能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政策建议书 给总统府 给政府部门参考吧 每一年都有 那今年要做节能减碳的专题了吧 是 这个都很好 好 你们还有一个功能 叫做科学普及的推广 这也是中研院的功能 是 10月29号就前几天嘛 我们中研院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全院院区的开放活动 是 这个活动其实也是一个全台湾最盛大的科普盛会 蛮热闹的 是 院长 11万人 11万人 对啊 蛮成功的 是 小英总统也去了吧 前一天去了 前一天去了 对 这个活动总共花了170万 数字我不太清楚 大数是吧 对啦 170万 不多了 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笔预算是可惜了 我们花了30万去做了这个活动的APP 就当天的活动的APP 30万 建制的这个APP 好 活动一天结束了 就没有了 因为这个内容都是当天的各项的活动的说明 活动的场次 然后一天使用就没有了 我觉得可惜啊 我觉得这个APP可以来帮中研院做很多事情 接续还要来做 比如说 你们中研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各个研究所有你们的历史发展的故事 有你们的学术的成就 你要利用这个APP啊 让大家可以了解 透过这个APP来呈现你们研究的学术的成果 然后用大家可以理解的语言 理解的方式 亲民的来呈现 中研院你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包院长 花了30万建制的这个APP啊 一年只用这么一天 是不是可惜了 委员建议的非常好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平台 做委员刚才那些建议 同时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平台 来宣扬 这个推广院内的一些活动 包括科普的 包括其他学术演讲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平台 来让全院及院外人士知道 谢谢委员的建议 当天的这个open house的活动 当然很好 那最重要的 它还有300场的科普的演讲 这300场科普的演讲 内容是什么 太多啦 其实也蛮精彩啦 我们好不容易有办了这个300场 我们有APP的建制 我们就把这个演讲的内容 放到APP里头去啊 让它可以变成一个常态性的 在呈现中央院的科普推动的成果 这不是很好吗 是是 谢谢 这个非常好的建议 真的吗 是是 你认为这个可以马上做了吧 不一定可以马上做 但是这个很好的建议 因为这包括一些这个 好 技术上的问题 好 我了解 这个建议你们 对 当天其实大家最有兴趣的是哪个展馆 其实中央院有很多宝 虽然它庭院深深 但是 我跟你讲 中央院里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馆 叫做历史文物场馆 是 这个场馆总共展了 总共收藏了多少件 它从殷商的文物 一直到台湾的考古 它收藏非常多 包括当年皇帝的传乐哨书 甲骨文都有 那镇馆之宝还有这个叫陆芳鼎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陆芳鼎 这阴商文化最重要的代表 它的阴商文物啊 比故宫多太多太多啦 这不得了 好我想问一下 院长这么重要的中研院的历史文物陈列馆 一年有多少参观的民众 十几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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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十万 十万 一年十万 等于一个月不到一万 是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只能开放两天 对嘛 我现在说了 故宫一年超过五百万 我们的馆长 其实非常多的东西 比故宫还精彩 我们馆长有十四万件文物 十四万件 十四万件那么精彩的文物 一个礼拜只展两天 礼拜三跟礼拜六的早上九点半 到下午四点半 平常一般民众下班了 根本没有机会 其实一般民众也很少知道 中央院里头有个这么棒的一个场馆 太精彩了 可惜啊 真的可惜啊 对 我也非常有同感 但是因为局限于中央院院服务员的限制 我们没有办法承受 每天有这么多的游客 我们不是个观光地区 我们是个研究地区 所以我们希望 长远的计划 是把这些文物在外面 我了解 过去你们是做考古研究的原因 才会到中央院了 对对对 但是考古研究他的任务阶段 其实也要开始转型了 他要变成民众可以 对对 可以参观的 可以民众互动的 我们希望在院外能够成立中央院博物馆 也可以 我觉得你们开始去思考 我如果去强化文物陈列馆的功能 让它更open house 让它更让民众可以了解中研院这个机构 让它不是平院深深 谢谢 好 这个我建议你们 可以开始去跟教育部思考合作 如果让中小学学生 可以进 有机会进到这个地方来 看到考古研究的成果 让他们知道过去的历史文明 让它从过去研究的功能 变成有教育的功能 谢谢 好 这个跟院长你建议 好 你今天的报告院长 蛮精彩的 但是 这本报告里头 绝大部分是这个附件 这个附件 真的是把我给考导了 我翻了一下 我真是有限的知识 这太困难了 我不相信陈学胜 主席你的同学 他每一样他都懂 我练一段了 21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 开发股价多样性的 同碳双碳吸集 直接观察 棚氢活化促使 暗类与二氧化碳 进行假计划反应 我刚刚讲了一大堆 这个是什么 那这一个 还是你的专业 这是你的专业 我特别挑这个来讲 这是什么东西 这要做什么 要研究这个要做什么 这是化学所的研究 大概是这个 你讲到中文有点 这个跟英文不完全配得起来 但基本上这是要探讨 这个简单的化学反应当中 它的碳跟氢的件 怎么样活化 才能够加以利用 好 对那你们放到这个地方来 这是最基础的研究 对啊 真的是把我考到了 但是这个 这个虽然是非常基础 你们可不可以 你们可不可以 在这么艰深的数学化学物理 的专业的概念里头 你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叙述 让我们知道 这个东西 可以帮忙我们人类生活什么 那很多 非常多 譬如说 所以你们要一些叙述 好 我们当天的活动 10月29号那天 我们有300场的科普的演讲 是 蛮热闹的 好 那科普的推动 其实我们也有 我们一年啊 科普的演讲 一年 18场而已 那这个科普的演讲 我看这个内容 坦白讲 一点都不科普 太困难了 真的太困难了 所以院长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来思考 我们如何把一些非常艰深的 学术上的概念成就 用一种民众可以理解的方式 来了解 可以可以 我们事实上 我可不可以回答 可以啊 你回答 我们事实上的科普演讲 远比您看到的多 我们研究员员 常常到各地去给一些科普演讲 不定在院内 这是第一件 第二点 我们院本部开始要聘请专人 来把我们的研究成果 写成科普的文章 所以这我们正在进行当中 好 我像我刚刚讲的 那一大堆开发股价 多样性的铜碳双碳 那么一大堆那些东西 其实 它的目标应该啊 就是为了节能减碳吧 对 对嘛 对 没错 这样我们就可以 可以理解了 就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东西 对 长远的目标 对 我们希望这个样子 所以你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研究的计划 其实都应该要 有一个目标 让我们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好 其实 我们故宫 有数位中心 过去做一些成果 你们有一些 漫画 然后把一些很非常专业的概念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呈现 其实有一些基础 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些建议 开放我们的院区 APP的常态使用的功能 这个你答应嘛 再来 我们要去研绎历史文物陈列馆 让民众有机会更多的参与 你的那个一周两天 太少了 太少了 好 谢谢 然后科普的推动 要找到一些好的策略 好 不要再只是那么艰深 谢谢 楼高不见张台路 好 以上 好 谢谢 你念的有的人也可能听不懂 别怪 主席懂就好 我也特别谢谢黄副院长 帮我们守住那么多国宝 谢谢黄副院长 那我们在宗教宾委员直言之后 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不好 我们现在请李立芬委员 主席好 麻烦请院长 好 院长请 院长好 院长我们中研院是我们国家的研究机构 那之前科技部长 杨部长来我们立法院巡打的时候 他有一句很经典的一个对话 他说 教育部事有教无类 科技部事追求卓越 所以在这边我想要请问院长 如果要用四个字来形容中研院的话 你会用哪四个字来形容中研院 迈向永续 迈向永续 为什么会迈向永续 因为我们要看国家长远的发展 而不是一时的成就 所以我们要重视基础研究 我们要能够寻寻 建续 能够替国家十年二十年 甚至更长远 做出一个规划 做出一个基础性的建设 是好 非常好 那我这边呢 我根据院长你的报告当中 我去找了关键字 发现你在你的报告当中 有提到了五次是顶尖研究 所以如果用 如果是这个的部分的话 是不是也是我们中研院 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一点都没错 是 好 那其实提到研究 其实刚刚院长已经讲了 你非常重视基础研究 那讲到研究的目的 所以我在这边想要跟院长分享 一个学者的看法 对 那我是读社会学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最近 我们中研院有一位 社会学的前辈 他退休 那他也发表了他的退休演说 就是吴乃德教授 院长应该知道吗 是 好 那其实他这个演说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到现场聆听 可是我知道他的演说 其实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回响 那我也看到说在网路上 有人做了一个笔记 那我就在他这个退休演说当中 吴教授特别提到 有一位 他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位莫尔教授 那这位教授 他不认为 任何对知识的追求 都是同等重要的 他认为一个人 如果无法分辨 琐碎的知识 和有意义的知识的话 那他的头脑就会像酒味清洗的 吸尘器一样 所以呢 他认为说应该追求是 有意义的知识 那什么是有意义的知识呢 就是要实用 和美 那我也知道说 院长你曾经说过 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 更实用 所以我要请问院长 那你认为 你认为什么样的研究 叫做实用 什么样的知识 叫做美 好 这个实用 最主要我们要看说 对谁实用 很多对一般民众 实用的事情 要经过数年之后 才会显现 譬如说 我们现在大家 手上用的手机 是经过了数十年 甚至数百年的 基础科学的研究 最后变成一个手机 我们在手上 才能够用 中间不少 不知道有多少个伟大的发明 跟发现 当初看起来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不知道怎么用的 到最后变成一个手机 那另外呢 关于美的部分呢 那就是学界自有公论 每一个人的美的 审美的标准不一样 那一般而言 在学界都认为说 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能够把很复杂的事情 用很简单的概念来陈述 是一种美的表现 这是目前蛮多的研究人员的 一种审美的观感 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这个用在科学上 用在人文上面 都有相同的想法 谢谢院长分享你对 实用跟美的看法 那我这边也要跟院长分享 就是吴教授 他认为的实用跟美 那吴教授他认为说 实用它是要用来 减少人类社会的苦难 痛苦和不平等 那美呢 他是认为 要用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文字 来解释困难的问题 所以我想说 不知道说 以吴教授这样的看法 不知道说院长你赞不赞同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 我们中研院也可以来追求的一个目标 对对这个特别是在美的解释方面 是跟我刚才讲的 事实上是有类似的意义 那实用呢 我想大概是这个我也非常赞成 只是看时间的长短的问题 有些的有些的研究是 明天马上就能够减少社会痛苦 有些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之后才看到成效 所以这方面可能是比较难够认定 什么叫做实用跟不实用 这点是比较困难的 好 谢谢院长 那接下来我要问的这个问题 可能未必称得到实用 可是它是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 这是关于我们中研院研究助理的待遇的问题 因为我在这边要跟院长来分享一个实际的案例 它是在2014年发生的 这是我们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前执行长 这是我们鱼类的专家 邵广昭前执行长 那他聘用了一位是高职毕业的助理 叫做蔡宜正先生 那这个助理其实他表现非常好 然后也很认真 根据报导其实这样的一个助理的工作 他不是一项朝九晚五的工作 他是要采样 他是要实验 甚至晚上是要出海的 所以他工时是非常的长 可是因为他只有高职的学历 所以按照我们的规定 我们的薪水都只能给他20800元 那我不知道说院长你对于这样的工作 然后他一个月只能领到20800元 你觉得这样子合理吗 是有讨论的空间 我了解这委员的问题的癥结所在 这是因为碍于法规的规定 在我们的薪资方面跟学历有一种限制 这一点我们是需要检讨 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众议院本身的问题 这是国家法规的问题 所以这个可能要大家一起努力 是是好那其实这个的部分的话 就是这个的接着的发展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执行长看到助理的薪资过低 所以他会觉得不合理 他想要争取 可是就像刚刚院长讲的 在制度上有一些限制 所以他只好请这个助理 用他妈妈的名义来领了临时的一个酬劳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 这个部分他就犯了法 然后就被起诉了 那其实呢 这件事情 虽然在法律上他是犯法 可是其实我们看到在网路上面 本来应该是要遭受批评的 可是反而是怎样呢 大家觉得这个教授 其实他是一个好的雇主 因为他有看到这个助理的那个需求 然后也提到说这个问题是就像刚刚院长讲的 就是他是在问题 他是出在制度不是在教授的身上 那其实今天院长你的业务报告当中有提到说 我们在中研院里面有3425名的约聘雇的助理 其实占我们7000多人 几乎将近是一半的人力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力 那我不知道说这3425名的助理 我们是专监任都算进去吗 我想是 都算进去了嘛 好 那这个部分我想要关心的部分是在专任这个部分 因为我看到我们的经费来源 就是约聘雇这些专任的人员的话 他的经费来源有可能是在人事费向下 也有可能是在业务费向下嘛 对不对 那在人事费 这个的部分大概就是我们行政院核定的 那可是在那个业务费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在聘用的这些专职的这些 约聘雇的一个助理当中 我们可能适用的 的办法其实是反而是有两个的 一个是用我们的中央研究院 约聘雇人员处理原则 另外一个部分是按照科技部的 补助专题研究计划 专任助理的一个工作酬劳是不是 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两轨在进行 我请人事主任回答这个问题 是的 目前会各单位会依照他的经费 对 去试用看看是院里面的自己规定 还是科技部的那个 程华计划的一个规定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简报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聘请人的时候 也都会写说 是分别依中研院或是科技部 来资新相关的资新跟劳健保 可是如果这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工作 可是两套标准 这样会不会有同工不同酬的情况出现呢 这个因为我们院里面有一些是城外计划 它城外计划它用的就只能用城外计划的经费 就会依照那个主管机关 它核定的经费反而为内去那个核心这样 所以我们知道是我们可能大部分的经费 就是会再去跟科技部申请那个专案计划来做的嘛 可是其实我这边看到的是说 因为你用两套不同的标准 所以同样在中央研究院里面做助理的工作 可是会出现就是说 有一群的助理他可以拿到加班费 然后有考基奖金 可是用科技部的话 这不一定有加班费跟考基奖金 对不对 是的 不过这个就是说因为他是印外经费 这个受限于主管机关的核定 反而内我们只能这样支用 可是我在这边要特别提到说 104年 其实科技部在104年 他对于他科技部的补助 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里面 他有进行修正 他会认为说 我们原机关 如果你已经有约聘雇的一个标准的话 他会希望 我们就用原来机关的标准去支付 我不知道说我们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修正 因为他就是要松绑 他就要让我们不要那么僵化 他就要让我们刚刚执行长发生的这件事情 不要再发生 所以我在这边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是希望我们院长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检讨 我们不管是从经费 从哪里来 我们既然在中研院 我们在做研究助理 他既然是占我们一半的人力 这么重要一个资源 我们应该让他们同工同酬 我们应该让他们得到同等的一个对待 院长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方向来做修正 是 委员这个意见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好 谢谢 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这样的一个研议 不知道说 多久可以研议出来 然后如果有的话 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参考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建议李委员 我们接下来会有的预算审查 可以用 好 请中央币委员 好 主席 与会的委员先进 各位列席的机关首长官员 在场的工作伙伴 及媒体记者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有请廖院长 好 廖院长您好 你好 委员好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课题很严肃 但是过程很轻松 先请教一下 院长看过武侠小说吗 很早以前看过 看过金庸的小说吗 看过一些 知道什么是葵花宝典吗 没问题 那你应该是内行人 来 但是你一定这两个都会知道吧 我们爱迪生说过一句话 所有的发明呢 成功啊 是99分的努力 加上一分的天才 你同意吗 完全同意 另外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跟您一样 也是科学家 他也说过 我们科学家的重大发明呢 就是如果我看得比别人远 因为那是我只站在巨人的肩膀 请问你怎么解释巨人的肩膀 我想是过去很多很多人的 一点一粒的研究 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整体的学界的研究 我们都站在这些前辈的肩膀上 所以在学术研究上 在科学发明上 前人的研究成果 能够公开自由的流通 对后面的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也必须考量一点 就是关于 为什么我要把自己 辛苦研究的成果公开呢 那被你拿去使用呢 你拿去做专利获利的话 因此我们看到了 在我们目前啊 也就是上个会期 我们讨论的非常激烈的制裁权 专利的目的 不只在保障获利 专利的目的是要鼓励公开 你同不同意 同意 因为有专利的保障 所有很多科学家的精心的研究 他愿意拿出来让他知道 因为后面的获益 他可以得到保障 对不对 通道道理 学术上最忌讳是什么 抄袭 抄袭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如何防止抄袭呢 抄袭的前提 就是要通通透明公开 如果有些学术资料 我知道你不知道 我就算抄袭他了 大家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呢 防止抄袭的方式呢 第一个还是 跟前面专利的保障一样 要完全的公开 而且我在引用的时候 都要注明出处 是 目前中原院这样的学术上的这个铁律 是不是都确实遵守了 我相信是 你相信是好 你放心 我接下来不是要谈抄袭 我要谈公开 来我们请禁食所的旅所长 好 我们禁食所有很多史料 有没有来自外交部的档案 有 外交部的档案 会放在哪些单位 既存在禁食所 也有在国使馆 还有呢 还有档案局 有部分在档案局 有部分在档案局 好 这些史料 这些学术上研究必须的成果 是不是应该完全公开 让从事研究的人 可以自有取得 目前在禁食所 如果外交部 不公开的 我们是全部公开 好 但是在使用上我们看到了 请院长你好好看一下 因为你是自然科学家 目前禁食所的 越南市的使用规定 一卷 我们既存外交部的档案 既存在这里的 一卷只能印二分之一 或三分之一 而且每人每年 只能印一千页 请教一下院长 你猜测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你来猜一下好不好 你觉得这个规定 是为了什么目的 我想大概是原来是 不希望人家转载 是不是 既然学术上的研究 这是史料耶 转载我引住出处 有什么影响 所长请教一下 你们这个二分之一 或三分之一 限制的来由是什么 要调阅的话 是全部公开的 要引印呢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档案馆的委员会 目前的 一定是这样子 你不晓得档案有什么规定 我们来看一下 档案嘛 第17条 申请阅览超路复制档案 应以书面训名理由为之 我申请要书面 各机关废有法律 依据不得拒绝 我可以阅览 你规定我 只能印二分之一 而且我告诉你 实务上 实务上 你印哪二分之一 会登载哦 如果这一卷 葵花宝典第一页到第一百页 我这次印了前五十页 下次我可以印后面五十页吗 所长可以吗 你们有没有记录我印哪几页 目前其实是没有的 没有你再查一下 目前是有 也就是说每一次的月啦 我要是这一卷 我印了第一页到第五十页 我下次来我要印五十一到一百页 是不可以的 你回去再问问看你们 是不是在执行的上面 给予这些刁难跟限制 院长 如果说 档案法是这样的规定 我们限制复印上限 没有法律的依据 企图使所外的研究者 无法取得完整的档案 尤其像我刚刚说的哦 你上次印哪些 这次只能印哪些 不能够超越上次的规定 您觉得这有道理吗院长 我想这边是可以检讨的一部分 如果有这样的规定 是不是要改进 是可以检讨 是检讨要改进吧 检讨 假如大家有共识 特别是学术界的专人 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 我不了解里面的各种 学术界应该没有再分 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学术的原理是一样 是严禁抄袭 资料公开 站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 我们才能有进步 对不对 来我告诉你 档案局的国家档案管理手册 第十三章 申请档案数量超过五百页 应 请申请人标示优先顺序 分批准博 是申请人告知有关的 阅览或取见事宜后 再行办理准博事宜 都可以的 它可以有分批 但是准博要有理由 国市管说 只要透过本管 史料文物查询系统 查询 所需要的管藏 档案史料 目录 并填取申请书后 就移交本管阅览室 就完全的办理 这里面有没有限制呢 有一个限制 我告诉你是什么限制 来我们看一下 除了档案管理的规定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 请接下来 就是我们所谓的大陆地区 不乎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必在中华民国社籍之国民 或持有中华民国 护照桥居国外之国民之要件 致不得申请应用我国行政机关档案 所以我要告诉仲淵镜之所 不该管制的你们管制了 该管制的你们没有管制 请问一下仲淵镜之所 外国人不具中华民国国籍 没有中华民国护照的人 可不可以来你们这边影影 可以 可以嘛对不对 院长有没有很讶异 你现在刚当院长哦 你很有魄力 我看到你这边写的 你今天的报告我觉得非常好 你的任务改进呢 你说依建议新设三个委员会 制裁即转回避检讨委员会 这是上个会期前院长闹得我们 国内风风雨雨的案子 第二个法务人员及法务工作 检讨委员会很重要 第三个民主与治理改革小组委员会 这里面特别是针对了中央研究院的 组织及运作改进委员会 上次我们本席也问过这个方式 很好 新的院长很有魄力 新设三个委员会 针对上会期本会所资讯的事情 有做检讨 关于本案你要怎么办 资讯公开法 是不是要请中研院禁止所 包括所有中研院单位 第一 资讯档案依法公开 第二 资讯档案依法限制 这两个依法公开跟依法限制 你了解我的要求吗 是我想我们会一切依法办理 好 那我想呢你依法办理之后呢 我接下来会有个书面提案 那我最后呢 还是呢 刚才有问过一下 你看过葵花宝典吧 这句话怎么说 欲练神功啊 要挥刀治功啊 这个相传呢 有一个叫东方不败的人 他就是看了葵花宝典 葵花宝典的前身 这个不是 这是纯粹是相义街堂 这不是真的 不要以为说我在问学术啊 九阴真经跟九阳真经 在金庸的小说是有成高地位的 偏偏有人拿到了部分的九阴真经 就变成了葵花宝典 葵花宝典最让人家 喂 校典的是什么 欲练神功要挥刀治功 但是他没有读完啊 因为他要到中研院进职所啊 只给他看前一半 后半那怎么写呢 不必治功也可成功啊 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中研院 当然不是要阉割我们的学术研究 但是我要再次强调的 目前中研院以进食所为例 你们做的只能看半套 不能看全套 就是逼大家去练葵花宝典前半段啊 如果一次看透 会不会犯这个错误 谢谢委员指教 您就这个节目吗 你刚刚不是说你看过金庸小说 也知道葵花宝典 谢谢委员指教 就这样子 我不是指教 我希望说我待会临时提案 一个月内 请中研院 就你们及所属的各个研究机构 就你们的相关学术流通 所造成的不必要的设限跟壁垒 全部把它打消 按照法律的规定 重新拟定检讨 可不可以做到 好 我们希望能够一个月能够知道 然后呢提到本会来做说明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我绝对不会要求你要练神功 要引刀志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只有收到鼓工 好 我 我们休息十分钟 谢谢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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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啊 太清楚了 就有些人看你們 去喜歡你們買的 不至於很大 那一腳 這件霸准一整個超級 把霸准吃在自己 吃老人 前面的霸准 新生放棄 冷凍 請抽 雙子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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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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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没有新增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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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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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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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从102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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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院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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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委员 合乎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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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